大家好,我是文文,我是居住在犹他州盐湖城的地产经济 欢迎来到我的盐湖城地产频道 今天呢,我来到我们犹他州犹他县城市叫Eagle Mountain 来给大家拍这个全新的样板间 那Eagle Mountain呢,它是位于犹他县的西面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啊,近两年呢,发展的非常的不错 原来呢,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城市 然后近几年啊,就是不同的开发商在这边盖了很多很多的房子 所以呢,现在的居民的这个人口的增加数啊,是逐年递增 它有原来的一个小城镇呢,发展成现在是一个人口中等规模的这样人口的一个城市 也算是越来越热闹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它这边的高中啊,是非常的新,设施非常的不错 然后周边呢,也是由于居民的迁入啊,居民数量的发展 附近呢,也造了很多的设施非常不错 新的学校,小学,中学,高中 所以说呢,它也发展得非常不错 然后呢,它是出去离比较繁忙的Costco Walmart呢 差不多开车十几分钟 走地面就可以 一直往东开呢,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比较繁忙的Saratoga Springs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啊,也是,我比较看好它 因为它这边的房子,目前来说还是非常的便宜的 那如果说你是居家办公的话呢,可以买在这块地方 然后它学校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嗯,它呢,也是这个闹钟取静的一个城市啊 闹钟取静,由于位置呢,稍微靠西点 所以呢,它的缺点就是说,它离15号公路的入口呢 就是说稍微远一点,稍微远一点 那今天我来到这个开发商呢 它名字叫Flagship Homes 来给大家拍两套样板间 嗯,然后它这边的价格啊,是非常的实惠 它这边的独立屋的价格从40多万至50多万 嗯,地呢,也是比较大的占地 有从0.14英姆左右开始 中等大小的占地一直到 嗯,0.33左右英姆的地吧 比较大的占地都会有 那就是看取决于你买的地块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第一套样板间吧 嗯,先给大家看一下小区的环境 这里的小区呢,是一个独立屋的社区 然后呢,它的房子呢 跟房子的间距也不算离得特别近 也不是特别远吧 还行 然后我们先今天看第一套 这套它是一个两层楼加个地下室的 一个构造的 比较典型的美式别墅 那么,嗯,Flagship在这个社区造的房子有两个车库 也有三个车库的 那么,我现在就是说的价格也是它的最终价 它呢,也是,嗯,这个价格已经包含了很多的升级了 所以就是说,买家也为买家省去了很多的 这个,挑材料的麻烦啊 所以它也是最终的升级非常的方便 那在我眼前的,呃,这套房子 它的户型叫Redwood 它室内呢,是一共是3411尺 包含地上完工面积以及地下室的面积 然后呢,房间数可以4到5个房间,2.5个卫生间 现在的价格是50万8千 然后呢,这个社区有一个物业费是每个月26块美金 那我们先看里面的构造吧 呃,在我的正前方就是两个车的车库 以及drive位,左手边是房子的入口处 我们进去看一下这套户型里面的结构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这里呢,就是入口的一个pouch 这个pouch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呃,它呢也有不是特别的拥挤 也不是特别面积特别的大浪费 然后这边呢,您到时候这边可以把它做山廊给围起来 也比较的安全 小孩子可以在那边玩耍比较安全一点 进去看一下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台面卫生间都是 但是已经价格包含了,这个价格 它这个楼层呢,是九尺岗 它这个户型的优点是一进来 就左手边双开门是一个office office的面积 右手看一下 右手就是个衣帽间 然后这个户型呢,它得放率非常的高 它几乎没有什么浪费的空间 走道也是很短的一个走道 进来呢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客厅 客厅呢是两面有窗的,采光非常好 它这个户型呢也是非常居家的一个户型 右手就是转角楼梯通往二楼 然后这里就是开放式的厨房 餐厅以及客厅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些大理石台面啊 就是柜子啊 全部是就是说 非常做的非常的精致啊 到时候全部是这种柜子升级的包含里面 当然这种灯饰可能不一定是这种灯饰 但是到时候呢 就是说它这边的房子就感觉就是那种 呃,这其实是个食物储藏间 挺大的吧 它这边的房子其实就是spec home嘛 就它设计是给你全部里面的呃 材质用色全部给你搭配好的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L型的厨房 它有一个比较的大的导台 还是非常方便在这边 制作一下中点以及吸点 这是个操作台面 台面大小是比较中等大小的一个台面 然后这里就是冰箱的位置 这是电池的灶台烤箱 微波炉三电涛用的通用品牌的 然后呢它这个采光非常不错 这套房子非常温馨居家的一个别墅 下面就是这个烤箱 要说错了洗碗机 然后这里呢就是餐厅旁边有个大的 呃 玻璃的窗 落地窗通往后院 我们去看一下 后院的院子非常规整 还是不错 这个院子呢被它打理的仅仅有条 由于是样板间嘛 所以它草地也很平整 全部弄好 旁边呢种了一些绿植 以及一些树木 给大家看一下房子背面 就是这样子 非常中规中矩的 美国的居民住的房子 啊外观啊房子背面看上去非常普通 非常的一般 但是呢在里面啊厨房 餐厅客厅时候的感觉呢 还是相当的采光非常不错吧 非常居家的一个户型 而且现在这个价格在这边非常的便宜 这个是地下室的一个门 然后这个门就是车库 它这边是所有的材料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边这个就是房子外观的砖的颜色 是这样的 然后呢这里就是 这根是柜子 哦不是说错了 这是地面 地砖应该 地砖 然后这就是 它这个色系还是非常全的 非常传大理这台面 嗯色系是非常全的 然后地板的颜色也挺好看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虽然是spack home 但它这个地板的厚度啊 它有一定的厚度 有一定的厚度 然后颜色是油浅之深 我相信总有一种颜色你能找到 你喜欢的一款颜色 灰的棕色都有 地砍 地砍也感觉非常不错 这质量 这里看一下 这里呢就是瓷砖 就是卫生间的 这个呢应该也是 技砖吧 墙砖 这里就是柜子了 柜子的颜色 一些把手 看到的都是这里面去选的 都这里面选 然后倒台 然后它这个台面也是加厚的 非常不错 这里呢很多柜子的颜色 都在这里 然后 它这个台面 很多种不同的 花纹样式可供选择 选择的范围还是蛮 蛮广泛的 就是非常居家的温馨的一套户型 谈不上豪华 就是一般性老百姓住的房子 就这样子 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然后这个楼梯的优点呢 是它转角 这边可以有几个休息的空间 二楼看一下 二楼一上来 这个户型有个优点 第二优点呢 是它二楼有个loft 非常不错啊 那我前面说 它这套户型 可以四到五个房间 如果您要四个房间呢 你这个二楼这一块呢 就可以 有个厅 那如果说您不要厅呢 这个就可以变成 六个房间 如果六个房间呢 房间也是 比较宽敞的 有个窗 我们右手看一下 右手就有几个房间 先左手 左手是二楼共享卫生间 这样子 就比较居家的 卫生间旁边是 第一个客房 这个房间采光不错 大小也比较合适 中等大小 不是特别拥挤了 这个房间旁边是 二楼第二个房间 还行的 把这房间床出来点 里面就可以放写子桌 这边就可以靠墙放五斗出 然后再往里走 两个房间已经 然后这里就是 二楼洗房的空间 它就是这个户型的优点 就是说 该给你面积大的 空间给你面积 还不错 然后呢 就是说不需要大的呢 也给你就是说 大小正好 不会特别浪费 也不会特别拥挤 这个洗衣房 斜对面就是主卧的空间 主卧还是给的相当豪华 非常大的吧 大家觉得 放kensis呗 你看我这边 很多空余的空间 就是主卧的空间 主卧里面的 卫生间也很宽敞 双台盆 然后这边呢 这些都是标配 我们看到的 都是标配 然后这里呢 就是淋浴房 空间也ok 旁边就是一个浴缸 这种浴缸呢 就很居家 也没有什么豪华的 就很普通 但它采光真的很好 然后旁边就是马桶 里面是步入式的衣帽间 衣帽间很大 我觉得衣帽间还是蛮大的 真的很大 天哪 这里还有一脚 你这个衣帽间 可以到时候 给它重新的 就是layout 重新设置一下 然后呢 柜子全做码 我觉得衣帽间挺好 这个户型的优点 是衣帽间挺大 主卧也大 然后主卧出来以后 右手呢 就是二楼第四个房间 这个房间有点小 有点小 我觉得可以适合 小小孩住这边 或者baby呀 或者 小朋友可以 小学是没有问题 放一个吞一下子 白放鞋子住 然后大一点 就可能有点挤了 但是采光是可以的 采光可以 我觉得这个房间 然后二楼呢 它非常不错吧 走到宽敞四个房间 一个家庭厅 感觉非常不错 好像很居家的一个户型 大家喜欢吗 今天拍的这一套 第一套两层楼的四个房间 然后这个开放式的空间 那如果您喜欢我今天拍的这套房子 或者在对Eagle Mountain有更想要有更多 这个城市更多的了解 也会在由他这个盐护球买卖房产需求 欢迎我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